军公交年改7月上路后 国内上市柜旅游业 七八月营收罕见出现衰退 就算好山好雪 还是等不到客人来 平米媒体传出政府要砸30亿元 推出平日旅游补助措施 只要60岁以上退休族群 不论是自由行或是跟团 都可享有500到1000元的补助 但不到24小时 交通部长马上跳出来澄清 具体方案和经费还没细算过 观光局长也表示 30亿方案绝对不可行 个人的你补给旅行社 就不可不可思议了 政府就观光要从根本做起 不光补贴没有意义 那浪费国家的钱 时机来到国内为观光客都爱的 永康商圈 人潮一如往常 但留下来的新台币越来越薄 大概有到20% 消费券国旅卡 它怎么样去促成民众愿意 有意愿去消费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道浓浓台湾风味卖伴手里的杂货铺 小店老板也有话要说 永远是只有那些大品牌 就是或者是那些比较 有名的公司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 一般的小店你要去申请政府的补助 矿石费力 政府的补助看得到吃不到 看在专家眼中 针对退休族群市场开发 或许可以跳脱传统国旅思维 在新的景点或者是吸引力上面 也都相对是比较缺乏的 那个可能才是 政府要去思考的根本问题 看来得找出台湾观光产业的新机会 让旅游市场动起来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信лен态